这个题目里面,比如说第一个,这个题目也是跟九十五乘法表一样 只是说,九十五乘法表里面会有这个,比如说1乘1等于1的这些叙述 那这些叙述我把它拿掉,我秀出来的话就只有结果 比如说1乘1等于1,1乘2等于2等于1之类追 但是呢,这个地方有个问题,我print的出去,我也是用外回圈 然后再一个内回圈,一个J也是从1到9,所以是小于等于9 这也是小于等于9,然后加加,那进来到这个地方之后呢,我就输出 输出的话,我是输出中间加一个空白,加上结果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中间都会有个什么,空白,空白,空白 但是呢,这个地方我希望结果,假设我今天希望怎么样呢 结果不是像这样子,而是整齐的 所谓整齐就是说呢,我会希望这个里面排出来的话呢,都是 因为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有三个,有两个,这个就算两个了 一个空白加一个整数,一个空白加一个整数 那假设说我要统一全部都是三个,1,2,3,这样就可以排整齐的话 我该怎么做呢,这边有一个方法提供,你们可以用一个说法,printed F F的话呢,有点类似像formate formate是什么格式,你告诉他 所以接下来我就直接在这边,给他格式的名称 这个地方的话,我就记 格式,开头一定要都是,百分比,开头都百分比 所以是逗点,逗点之后的话呢,他就按照什么呢 按照我们的这个提示给 这个提示就是说呢,我今天要把什么呢 后面这个结果,把它格式化成三个整数 格式化成三个整数 而且记得这个地方一定要printed F printed F之后,最后再一个换行 就是跑完之后,最后再多一个换行给他 那这地方的话,我们来试试看 最后的话呢,printed F 然后3 好,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呢,他就会帮我们做格式化 1,2,3 有没有,就会格式化成 3,百分比3D的意思 就是三个整数的空间 然后呢,输出我的要的结果 就排整齐了 另外呢,除了这个方式之外 我们做格式化,也可以用底下 我这边有一个注解掉的 也可以用这种方式 就是利用什么呢 利用string 很重要的一个类别 就是string string它是隶属于system底下 所以不需要做info的动作 假设我今天把上面这一行 如果呢,我要做出一模一样的结果 还有printed 这个地方,也用printed没关系 只是说我要格式化的部分 我用swing 不需要宣告 因为它是隶属于lan javalan 这个套件底下的一个类别 套件类别 lan lan 这个套件 这个套件里面呢 它拥有很多的类别 它观念有点像这样子 平常在用这个 这里面不是有很多 我们的那个 一个一个的套件 套件里面不就是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就是类别 一个java 那compile就是一个class 那我们如果今天呢 要输出这个格式 你也可以用string 点 它有一个方法叫formate formate之后呢 一样的 你会发现语法都一样 结果呢,输出 我们来看一下 好,有没有 一模一样 也可以 那特别注意 尤其像那个string 的这个类别 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 因为只要有字串 都跟它有关系 都可以用它来处理 至于string这个类别里面呢 它有哪一些的方法可以用 非常多 你其实也可以类似像那个 我们在处理vp的 或者vp单位 这里下的字串的函数 字串函数里面 比如说我今天要用mid 有没有 你mid很简单 可是在string里面也有 或者像是我要搜寻 搜寻某一个字的位置 那在这里面也有 那都是在放在哪里呢? 都是放在这个string这个class里面 那其实比如说我刚刚讲 你要找 有点像mid的函数 你可以用substring的一个方法 其他还有像 这边有很多string里面提到的各种方法 都有列在这个地方 那里面包含哪一些方法 你可以看一下 这边有蛮多的 如果你要搜寻某一个 某一个 字串里面有没有某一个字元 或者字串呢? 你可以用index of 里面可以去找 其他还有像 等等的这些都是 length 长度 或者replace 我们常用 比如取代 像是我要切字串 Splitter 这也可以 那里面的话当然蛮多的 都跟这个切字串有关系 那这边的话呢 我想你可以试试看 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输出99神门法表 但是呢 我不要前面的 哪一个 乘哪一个 而是我要结果 但是结果呢 要是像这样子 三个字的 甚至其实你会想说 诶 那我如果改成四个字可以吗? 试试看 有没有 四个字也可以 有四个字空间 那两种方式都试试看 一个是printf 这边 printf 然后面都一样 另外一种是printf 没有f 但是把它改成 string.format 把画面还给各位 回合 要 做一条 用 几一条